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们好奇的 Cecine删掉贴文的韩国反应 先给大家快速整理一下 在第一位网友A某爆料苏金霸凌争议的时候 Cecine有上传过疑似支持A某的音乐贴文 然后在3月26号 Cecine在IG发文表示 10年前的自己没有勇气 如果现在也恐惧犹豫的话 以后可能会对自己很失望 在学校的那段时期 持续地被包括苏金的一群人霸凌等的内容 但是在之后与海外网友的私信内容中 苏金改口说自己也不太清楚 苏金当时在不在那一群欺负自己的人当中 而让很多粉丝们都傻眼了 然后在前几天 苏金将狙击用的英文歌立场文全部都删掉了 在上次的影片也有说过 因为导致苏金退团最大的力量 就是艺人苏金的立场文 所以现在很多韩国粉丝们都要求苏金能够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最初公开苏金删掉立场文的影片底下的留言 本来是被苏金的朋友们欺负了 却说是被苏金欺负 网友们要求解释就开始保持沉默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虽然要保持中立 但是这个部分测西连应该要解释一下吧 在霸凌争议起最大作用的艺人 现在突然删掉天文 确实是不太好吧 看到树华不小心踢到树 就惊慌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感到很心疼 真的希望能解开真相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上一个IG天文就要求解释 测西连删立场文也不行吗 没有必要让令人不高兴的天文 一直留在自己的IG上吧 当然在司法机关判断之前 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 但是航空饭圈这边的风向 确实是有所变化了 对于测西连删掉天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受到很多网友们关注的一个 从云馆大学的学生上传的天文 老师什么都没有做 我曾经是被霸凌的学生 现在已经是大学生的我 能够笑着说 我喜欢独处 那样更舒服 但是学生时期被霸凌 大家应该知道会有多痛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会在房间里哭泣 有一次 因为太害怕就对父母亲说了 妈 给我取消学校午餐吧 我想要带便当吃 怎么了 饭不好吃吗 不是 我们学校吃饭不是要用指纹认证吗 我手上汗比较多 指纹认证常常失败 所以朋友们就会嘲笑我说 他可能不是人的崽子 所以才会失败 我不记得当时父母亲 究竟沉默了多长时间 因为这些话是我流着泪说完的 之后爸爸生气的说 要打电话给老师 而妈妈则抱着我哭了 我哭着说 能不能不要告诉学校 悄悄的给我转学 第二天妈妈让我别去学校 让我睡到中午 但我依然被霸凌 不过我可能是爸爸没能忍住 还是打电话给学校了 所以每次到了休息时间 班董事就会让我去教务处 班董事是一位快要退休的 爷爷那一辈的数学老师 第一堂课结束以后 老师握住我的双手说 我好像用年纪太大为借口 对你们太过放任了 真的很抱歉 第二堂课结束以后 老师问我 你希望老师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说 我想要离开这个学校 所以希望您什么都不要做 老师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在那个地域班的休息时间 没有让我闲着 他让我打扫教务处 让我给教务处的花浇水 然后说我的数学成绩不好 就坐在我旁边 辅导我数学 因为常常会有牛奶 撒在我的桌子上 或者是会有很多拖把 放在我桌上 所以我常常会早点到校正里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桌子干净起来了 我以为是朋友们不再欺负我了 有一天 我比平常早十分钟到了学校 然后在教室窗口看到 老师正在用湿纸巾 擦我桌子上的涂样 看他认真在擦的样子 我跑到厕所大声哭泣 之后我放弃转学 留在了那所学校 但是没有参加毕业典礼 现在我觉得很遗憾 没有一张老师的照片 之后我让朋友拍了 毕业相册里的老师给我 前几天 我参加了老师的葬礼 从出门开始 我就不停的流泪 我为什么没能说一句 我知道老师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真的很感谢您 也很对不起您 一想起这些 我就觉得胸口发闷 真的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老师的方式 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是怎么样的 但是对我来说 虽然他没有为了我 直接对抗那些带动霸凌的学生们 但是现在也是只要一闭上眼睛 仿佛就能看到 拿着湿纸巾的那双满是皱纹的手 这让我真的很心疼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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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